好,各位同學,這段影片是處理curve sketching的題目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是section 7.3 其實這個section 7.3,我們都不是由這一版開始講起的 我們去到哪裏呢?我們首先就處理了point of inflection 由concave upward轉做concave downward,或者反轉那些點,就是圖中的這些圖 當然還有一幅是這樣的,就是它的相反 那有什麼不同呢? 前者這兩個case都是second derivative是零 所以,詳情我不講了,你看看那些例子,如何找回point of inflection 這個是7.3的第一部分 7.3的第二部分,處理阿線圖 阿線圖是說,不論是打直、打橫的阿線圖 又甚至是打斜的阿線圖, 例如圖中,這條Y,這條X加2 阿線圖我們是會用虛線畫的,記住了 那在說什麼呢? 凡是一些直線,一定是直線來的 這個graph會在某些區域走近它 那些全部都叫阿線圖 OK? 反正的阿線圖是令到這個graph斷開的 通常是有個功能呢,分母等於0 那個時候就會有一個反正的阿線圖 舉個例子,當X-2 即是說,在X-2這條線上 沒有可能有捕捉到一個graph的任何一個point 那注定這個graph就一定被X-2 而這條Vertical阿線圖斷開了 Discontinuous的graph 或者Discontinuous的功能 OK? 至於Horizontal阿線圖,例如Y-3 Horizontal一定是說 當X趨向正無限或者負無限的時候 那個graph會走近一個constant 那Y-3的constant就成為Horizontal阿線圖 那有時不一定是打橫打直的 又是斜的,對不對? 打斜oblade阿線圖 打斜的阿線圖 其實都是處理著 當X趨向正無限 或者趨向負無限的時候 那個graph的走向 會走近哪條線呢? 不斷會走近某一條直線的話 例如這條Y-2x加2 這條就是說 是這個function的 或者這個graph的oblade阿線圖 OK? 這個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 怎樣找到阿線圖 上課這樣教了 那就自己看回 我上課給我多說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 上次臨尾提及的 even function和off function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因為這個和它的 它的 symmetry這個特性有關 如果那個function 是even function 或者是off function的話 它都是在一些對稱上面 出現了一些特徵的 OK? even function 在指出 首先 有兩樣東西要記 每個 function都有兩樣東西要記 怎樣定義的是 even function f WikX 等於f f WikX f WikX等於f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左右對稱 或者我们会说它是沿着Y轴左右对称 Symmetrical about the Y axis 这个是EVEN Function Odd Function的定义是F-X等于-FX EVEN Function是没有这个负架 Odd Function才有这个负架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发现 它们是沿着Origin 有一个Rotational Symmetry的对称 就是你想像下 这部分的可说在画红色部分的Curve 去旋转180度的时候 它就会来到这里了 又或者看看Sign X这一部分 拿一支针挤着Origin这个交叉位 然后使整个Graph转180度的时候 它就会来到这一部分了 这些就叫做Rotational Symmetry About the Origin 所以每款Odd也好 EVEN Function也好 第一记定义 第二记它的对称性质 OK 那又记来做什么呢 这三样东西 哪三样东西的话 Pont of Reflection Arsyntal 以及知道它是Odd的EVEN Function 三样东西再加上 其实是不止的 再加上 我想开啥给你看看 再加上7.1 7.2 看下是什么 找 7.2 对不起 再加上7.2 再加上 你在功课上都做过 找Local Maximum Point 和Local Minimum Point 加上这么多东西之下 就成为我们今天这段影片讲的Curve Sketching 在讲Curve Sketching的时候 我想一大带你去Exercise 7C的 很厚的Level 2的题目 让你发现 哦 原来逐步逐步做都做到的 好上的意义是这样的 希望它会吓得你 第27条都挺狠的 整个年纪只有30条左右 去到第27条 如果有书 就准备 开这一条题目 OK 好了 我讲一句给你听 我最想讲的是Part E 但是Part E是今天教的东西 但A B C D 其实你也懂的 会不会 不如一起做 其实你做得快 根本不用听我说 不过A Part 我觉得有点 我建议你跟我一起听 一起做会好些 我刚才提到哪个题目 哪个题目 是关于它的Symmetrical property 它叫你判断 这个Curve的Symmetrical property 其实是早两页 如果它是Opt Function 便是这样 沿着Origin 有旋转对称性质 如果它是Even Function 即是沿着Y族有左右反射对称性质 即是要你查一下 它是Opt 还是Even Function 你就查一下 你自己查一下 你才不用剩下两个的 因为没可能两个都是这样的 就是F-X 这就等于F-X 这就等于F-X 那你自己看看吧 那你代个F-X 会是什么呢 即是F-X的四次减18F-X的二次 那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 就只要等于这个 那即是等于F-X 还是-F-X 有没有负吗 没有的嘛 是不是 那即是纯粹 F-X 等于F-X 那即是 它是 我们叫什么功能呢 没错 Even Function Even Function 如何对称的话 看回笔记 没错了 沿着Y族左右对称的 OK 把刚才的想法全部写出来 先证实这件事 以至我们推断它是Even Function 然后再告诉人 它是怎样的对称 它是Symmetrical above the Y axis 这个就是Part A 那即是什么呢 一会儿你画那个Curve的时候 你明知它左右对称的话 假设你已经知道右边是这样 那你不用想那么多左边 一定是跟它对称的 这样画出来 是不是 知道它有这个对称的性质 其实是将来帮助你做Part E的 所以有些同学不明白 我有Local Maximum Minim 重要 我有Point Of Inflation 重要 我找到Asim图都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要找个Symmetrical Quality 原来是方便你去到Part E 最后Sketch那个Curve出来的 好了 那A part搞定了 B part B part 1 X1 就是Core的要求 是不是 普通数学科都要 好了 C part 找First 和Second Derivative 应该你这些功课都做过 是不是 上一个Section都在处理中 然后找完出来 顺势找到Maximum Point 和Point Of Inflation 当然Point Of Inflation 是关于Second Derivative 是不是 Maximum Minimum Point 你可以只利用First Derivative 也可以的 好了 在这里你先按停了 我建议你 我给你一个时间的 B part应该一分钟 完成 C part 我给你两分钟 其实一点都不难一点 很快 可能十秒钟都完成了 如果你够快 D part 时间应该长一点 小心一点 和我找到所有 Local Maximum Minim Point 以及Point Of Inflation 所以大概五分钟 我应该完成 你先按停这个位置 可惜你做完之后 再按回 再对回答案 我不等你了 你现在按停它 做完再听回 OK 现在按了 好了 好了 我当你做完 那 没什么特别东西 可以说 BCD part 对下答案 算了吧 轮流put 它们等于零 put x 等于零 出到 y也是零 所以 不要这样就完 你要最后回答人 最后回答我是什么 OK put fx 等于零 或者put y 你来算到x是这样的时候 不要在这儿完 别人在问你 X Intercept 你最后要回答我这两句 OK 你们很大的通病 这个 改了你的功课 明明计就好了 别人要求你回答那东西 你又不回答 那就要小心 这个位置是十分的位置 好了 C part C part D两次 很容易 好了 然后 找Maximum Minimum Point 那么就 put fx f dash x 做0 是不是 那么就记得0 正-3 那么 我用的 first derivative test 当然你也可以用 second derivative test 你put 0 正-3 下去 second derivative that check 它大概0 那么我用的 first derivative test 那么你看到 -3 -81 是负0 正 所以这个是 local minimum 是不是 接着就看到 0 0 这点是正0 所以这个是 local maximum 接着 3 -81 是负0 正 所以也是local minimum OK 好了 于是呢 就做了些这样的事情 射出来 是不是 好了 然后下面 红线下面的一开始 就是point of inflation 不要忘记 point of inflation 是check concave upward 转做concave downward 这件事 完全只是 关于second derivative 把second derivative put 导致0 然后 check到 正-3 一样 列个表 不过今次是check second derivative 是正-0 concave upward 就是这样 转做concave downward 中间是0 那其实应该是 系列呢 可能是这样 OK 所以 -3 -45 是其中一个point of reflection 反过去 -0 正也是 concave downward 转做concave outward 就是group 3 -45 就是第二个了 OK 这些呢 只是做abc 这部分 其实是将以往学的东西 炒一叠 所以我经常说很高分 很高分 你想想 就算 每个part 每个part 2分 都6分 d part 你想想 又列表 又等于0 又要写答案 是吧 就是这样想 都五分 左右 就是做到abcd part 一定是10分 没有走鸡 OK 最后 通常还有两三分 就是二part 所以我经常说是10至12分的题目 就是这样 OK 遲些操练买 公开试再慢慢看 一些评分 但是这些题目很好做 我经常觉得 在长题目来说 这些是最容易执分的了 当然 如果你D错了 D错了 D错了 那这里计错了 那这里都死定了 那D错了 那D错了 那这里计错了 那没有办法 是吧 如果等于0 你都缩错了XY的 那没有办法 你计算的准程度 依旧要10分有把握了 所以不可以要专心去做 不要做了一停 也要做其他东西 不可以这样做M2 好了 那现在直落了 E part E part 你的资讯都几多 你有齐了这些东西 你怎样scatch 首先 分清楚这几个字 Port Draw 好啊 那 Sketch 是不同的 现在我们的课题 是讲的 Sketch 这个字 Sketch 即是 画个草图出来 画个草图出来 那什么叫做Plot 或者Draw 如果叫你Draw the graph 或者Plot the graph 就一定要用Graph paper 因为要准确 OK 有格仔 清清楚楚 位置 每一点是超级准确的 OK 用Graph paper 但是Sketch 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要合理 合理 好了 什么意思呢 Horser 你在后面 预备了一个 可能你都要 你都要一个 可能半板 硬皮 的空间 OK ABC CG part 我处理出来 E part 我们准备一齐做 那为什么Horser 那个Quadron 1 和Quadron 3 sorry Quadron 1和Quadron 2 那么小位 为什么这样 其实第一件事 你只要看下 点在哪 是不是 假设你不知道 是这样 正常 你画个Graph 出来 你们一向都喜欢 四格 是 平均分播的 是不是 我假设你这张纸是这么大张 你们喜欢 Origin在中间 OK 那你就试 其实你要在草稿之内 很快做以下这个评估 比如 A part 是even function 刚才说了怎么做 是不是在左右对称 没有什么可以记得在Graph 我们看看B part B part Y Intercept 是0 即是Graph 穿过这点的 因为X Intercept 都是0 是不是 但是穿过Y軸 是0 穿过X軸 都是0 那这些选好了 是不是 但是不要忘记 3Rub2 正负3Rub2 都是X Intercept 5Rub2 3Rub2 是4.24 等等 好了 那这张草稿 就是1 2 3 4 5 然后-1-2-3-4-5 4 正负3Rub2 4.2-2-4 就是红色的靠叉 全部都是Intercept 的位置 好了 接着 C part 就是D part 用的 看我们D part 出了什么 Local Massimum D part Local Massimum -3 正负1 sorry -3-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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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1 -负1 都挺 挺 矮 那如果这个是1 2 3 4 5 那你-80 可能 这个现在是-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这个是-80 那就是以下可Sir 画的橙色点 就是Local Massimum 和Local Minimum 譬如3 -3 都除到-81 那可能是在这些位置 那我知道 因为它是Local Minimum 所以一定是这样走的了 好了 接着 Local Massimum 是00 00 原来是这样的 那就是这个位置 又是XY Intercept 又是Local Massimum Point 那你想不想象到一个Graph 是吗 你要估计到 哦 很明显这里穿过去 这里穿过去 这里穿过去 很明显这里 好像一个W 是吧 大概你想象到 但是你说 不是啊 还有一样东西还没说 是啊 没错 就是你刚刚找的 Point of Inflation Point of Inflation 是正负root3 然后-45 那你就记住 以下的绿色点 -45 正负root3 root3 是1.7多 对吧 1.7多 然后-45 那你就大概 可能是这些位置 负root3 负1.7多 绿色的点 就是Point of Inflation Point of Inflation Point of Inflation 是什么来的 本来是Concave Upward 突然间 本来一直冲上去的 越来越冲上去的 但是 变成Concave Downward ok 所以 这样解释到 慢慢又平 这样才上到 Local Massimum 那跟着 继续是Concave Downward 你以为会直冲过 山车冲下去 但是冲到 下来 右手边的绿色点的时候 它由Concave Downward 变成Concave Outward 就是说 EYDX Increase 当然是这样冲上去的 所以两者 看这些箭嘴 Concave 向哪个方向 向concavity 抹了出来 所以这些就是Point of Inflation 所以 其实刚才没有猜错 那个Graph就是这样 是吧 你大概 你第一次做 你这个 这个 刚才这个过程 整个这张 草稿 来的 你会做得比较慢的 Rothware Sheet 但是我十分鼓励你做这件事 那你大概知道了 然后才准确些 把这件事 画在这里 那你明白了 刚才所有东西 或者XY Intercept Local Maximum Local Maximum Point of Inflation 或者Local Minimum 其实都在 Codron 3-4的 那你明白为什么 我要这样做 对不对 那就是说到时 题目给你这样的指令的时候 你就不一定 设定的Origin 在中间 这样 行不行 好了 那我交给你了 你一路画 我一路画 那 都是把刚才题目的资讯 说出来的 是不是 那先设定位置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什么叫合理呢 现在Hoxer正在做的事 就是 每个刻度 商量刻度 那个距离 是要一样的 你说我没有Graph paper 看下去 它不会有太大差别 这个就是Sketch 我想抹缓一点 所以我拆过来 OK X 组 每一格 是一个单位 Y 组 每一格 是十个单位 我没可能 就是一个单位 Y 组 下到负81 那么多 所以这个是负10 负20 我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一起做 负60 负70 负80 那你可能 Y 组 自己延长一点 OK 我的负80 好像太近 那就画软一点 我便令到事情合理 是不是 好了 接着就 计算点了 可sir的 你顺次序 计算 XY Intercept 刚才是 0 看看上面 我也不记得了 3 正负3 2 正负3 2 就是刚才计算了 4.2 正负3 负3 2 红色就是 XY Intercept 然后 橙色就是 Local Maximum 和Local Minimum 当然 橙色点 也是Origin 这个红色点 这是Local Maximum Local Minimum 就落到很低 正负3 然后再负81 OK 然后 Point of Inflection 正负Route 3 负45 即是1.7多 负45 正负1.7多 负45 大概是这个位置 所以左右对称 所以它是Event Function 如果你画出来不是左右对称 你想像一下 这件事应该是这样 就是 我现在 我现在是这样 就像牙齿 像牙齿 这样就是左右对称 这个就是 正负4 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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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你接着呢 就用你的 圆滑的 筆 不要和我慢慢地掃描 不要和我这样掃描 不要和我这样掃描 是这样挫硬的 麻烦 你大概知道 圆滑是这样的 是否 你看着点 是否看着点 是否看着点 我在红色 最左上方 红色那边 转下来 转到到 Local Minimum 然后 concave Upward 转 concavity 穿过那个 绿色点之后 就变回 concave Downward 所以挖 开始慢慢上 所以速度很慢 去到 Local Maximum 挖回来 一直就是concave Downward 去到下一个绿色点 然后 突然间经过它之后 就转做concave Upward 然后落在下面 Local Minimum 然后一上 就穿过X Innocent 当然 左手也是 是吧 你便补回 是吧 画完之后 你会 看到是左右对称的 那就OK了 好了 自己做了 我也要自己做 我刚才是一个草图来的 那我画了 看我画得漂亮不漂亮 用什么色号呢 没有用过的深绿色 好了 来了 我尝试由 左手边的X Innocent 画下来 看着橙色点 Local Maximum 上个Porn of Inflection 然后 Local Maximum Obs 失败 来过 是辛苦一点的 我都明白 来了 嘟 这手唇 就反而不用想那么多 画得快 你就反而更容易 哎呀 这样吧 OK 好了 这个就是Sketch的Graph 了 我们就是透过这个过程 就在做E-Part 但是有很多东西 你是要写回给我的 OK 你说 那些点 其实 傻的吗 即是 真正 真正的 真正的 是什么呢 没有人 没有人叫你画了 这点先的嘛 你 你用 圆筆的嘛 你不是拆 拆了 拆了 这点 你就 抹点 在上面了 我拆了 红色交叉 然后 抹点 然后 再拆了 左手边的 X Intercept 也是 抹点 抹点 再拆 再拆 那样 可以吗 是啊 画得不准 这样 就很准 很准 是吧 下面的橙色交叉 就是这样 補回 補回 第一 处理了 穿不过的问题 但是我想叫你做的 是什么呢 有很多 要做 以下你做的一样 必然 扣分 第一 写回个功能 是什么 这一题 的功能是 Y等于 什么 我忘记了 看题目 X4 次-18 X2 这个正路 画完的 Graph 一定要 写回个功能在旁边 但是 刚才你抹下去的 所有的交叉点 它都是特别的点 对吧 这些就是XY Intercept 这些就是Plon Inflection 这些就是Local Massimum Minimum 全部在旁边 要清清楚楚 写回它的座标出来 那派00 都要写的 OK 跟着 X Intercept 画 两边的X Intercept X Intercept X Intercept 重复了 Point of Inflection Word 3 为了付Word 3 然后-45 然后 Local Massimum 和Minimum 3-81 因为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你这幅图 只是Sketch 不是画在一个Graph Paper上 所以 你不认识这些位置出来 人家是不知道 那点是正确位置在哪里 所以你一定要 列入每一个 Special Points 的 座标出来 那就是一个正确的 Persketching 最后的结果 OK 整条题目 就是这样完成了 这个 只不过 都是这样 是不是 就是 我不是想 令到你觉得很浅 只不过 你是能够按部 走班 把以前学过 逐一样东西 去做出来 就是整个7.3 这个Session 最终要你做到的事情 而第27题 都只不过是这样 OK 好了 那我们 再做 做多几题 那看一下 希望你熟练一点 整个过程 还有呢 有些巧妙的东西 是后面你会遇到 那时候想提一提 那我们 看回书的这一版 你要做些什么呢 其实是CAP CAP 你本书的 在 你本书的 第七点 七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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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页 七点三 零 七点三零 七点三零 你看到这个表 其实CURSE SCATCHING 就是做齊这些东西 就搞定了 不就是刚才第27题的东西 Domain of the Function 即是X的范围 Domain 即是X的可能范围 可以的范围 希望你还记得 好了 SIMMATURE的HORNITY 即是OFT Function 还是EVER Function 是不是 Intercept maximal minimum point 或者Point Inflation Asim图 刚才那条好像没有 没有找到 那有才可以 是吧 有些功能 即是有些Graph 是没有Asim图 没有Asim图 没有Asim图 但是 习惯是全部东西都要出完的 OK 所以记住了 做齊这五样东西 你手上就好像刚才Horser 那样有了很多资料 然后就落笔 一个合理地去画那点的位置出来 然后连上一条Curve 所以一些我们不知道 我是不是写错了功能 所以有些我们不知道的功能 我们没有可能学得完 即是无限那么多功能的 我们透过这个过程 一些我们都完全不熟悉的 四次光的功能 我们都没有学 原来是这样可以画出来 大概知道它的造型 或者走势是怎样的 这个就是Curve Sketching 想你学的东西 然后请你打开旁边的版 7.31页的最底 你会看到有7.16 一样 A,B,C部分应该是很快的 你自己试试做一次 会不会你尝试做D部分 再听我说 这次我又给 A,B部分也是很快的 A,B部分可能一分钟就完成 C部分也是那些 C部分我估计是两三分钟 那 我给你六分钟 六分钟 试试做不做到整个Classwork 7.26 还要的是 用回刚才你Sketch的过程 去想一下这题的D部分 怎样做 由你开始按停 按照片 做完之后再继续听 OK 六分钟 交给你 好了 那 希望 搞定了 那 我先把A,B,C部分给你看看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 希望你做得适合 A部分 X Intercept 是1和4 有些人答Intercept 会答1点给我的 X Intercept 不是一个Point 是错了 如果你答一个Point X,Y Intercept 是Value 你不要回答一个Point 我再作有人是会这样做的 这个提一提你 B Part D一次D兩次 那 Product rule 我用的是Product rule 你可以 你喜欢 全都延伸 不过觉得慢 OK 好了 如果你肯抽出来 那你后面 D多次 你就容易 D了 都是用另一次Product rule OK 你答6,X-12 我都给的 第二代 好了 跟着你用B Part 的答案 去找Maximum Minimum Point 是吧 先看Maximum 右上角 1和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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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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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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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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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2 3 都是XY Intercept 1040和0-4 以及Local Maximum 10 原來10又是Local Maximum 3-4是Local Minimum 2-2是Point of Inflection 只不過是這六個點 好了 來了 以下是 開給你看 對一次先 對上面的東西 XY Intercept先 1-4-4 XY Intercept Local Maximum 1-0 3-4 Point of Inflection 2-2 為什麼會有一個Point of Inflection 留心 經過前面的Local Maximum 一定是Concave Downward 本來直衝下去的 但是經過2倍之後 它反而會慢慢 就是Sloop of Tension 會增加回 OK Sloop of Tension 是由Decreasing 轉做Increasing 所以這個就是Point of Inflection 只剩下 沒有其他問題 這題 好了 可惜做完了嗎 請問 你會不會 都漏了呢 沒錯 希望你 不要特別陰死 以下的東西 是要做完 的 寫完它的 XY Intercept Point of Inflection Local Maximum 最終點 以及 功能本身 是什麼 OK 就是7.16 只不過是想你自己 真正真正 從頭做一次 那我學了 學了整個步驟 基本上 就是這樣做的 裡面第一條 什麼的數目 都是這樣做的 不過這題 很可惜 依然是 未有XYT 以下這題 又沒有呢 很明顯 有了 OK 你會發覺這題 長了 在Sketch之前 Sketch變成F Part 在Sketch之前 是找Arsen圖的 這題是陰濕的 ABCD都是那些 E 希望你都會做 你試試做完A至E 先 不如好不好 一樣 A Part A Part 你檢查它是 EVEN 1分鐘 XLINE 1分鐘 Local Massive Minimum 我給了3分鐘 ABC Part 配合5分鐘 Concave Upward Down 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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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鐘 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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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分鐘 Arsen圖 Arsen圖 你留意一下 大家都是疑次方 有什麼Arsen圖 又留意一下有個墳墓在那裏 那有機會有什麽亂頭 自己溫一下書 所以我給10分鐘來 你做完A至E先 然後我們又對一對 劉森柯sir將這個class word 打三顆星 不是因爲F part 是因爲有東西是很陰濕的 預了你會錯的了 但不要緊你盡做 我給10分鐘來 自己按停它 然後接著聽對向我的答案 好 現在先按停它 好 接著又戶解設你做完了 那A part A B A B D Part 都很容易的 我覺得 我的三顆星 是在C和E那裏 我這一版是未做F的 那不如對了A B D先好嗎 好了 A B D A part A 檢查它是正確的 它是off function 你看到square 即是代X和負X都沒有分別 那肯定又是正確的功能 所以又是了 先證實了 做一些過程 證實了是正確的功能 然後 就告訴大家 然後 然後 就告訴它如何是正確的 不要說它是正確的功能 就圓 別人問 叫你判斷正確的正確 就是告訴別人 它如何是正確的 正確的 不要再給我一個項目 希望沒有人這樣 希望沒有人這樣 D Part D Part先好嗎 D Part D兩次 一會兒你會發現 很明顯是 Costion Rule Costion Rule 因為它本來都是 上下兩塊 一定有Costion Rule Costion Rule 然後化減之後 是這樣 那你說 put它等於0 可以嗎 put它等於0 一個分數等於0 就即是 分子要等於0 但是你發覺 怎樣計算 x都計不到 令到它3x²加4 再乘30是0 所以 這是第一個因縮位 其實我不期望這裡 你會死的 但是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因縮位 你不是put second derivative 是0 是put second derivative undefined 什麼時候會 undefined over0 的時候就會 undefined 那會不會有 這樣的機會出現 那即是 三次方裡面 那批東西 會是0 那很明顯是 正負2 會出現 小心的 可能你 不懂得找這件事 所以 我們檢查一下 正負2 這次就不是 寫0 OK 亦都是undefined 的話 所以 x等於正2 或者負2 那個y的值 都是undefined 所以這個表 應該是這樣的 我這兩個圈的位置 自己小心 但是 都不影響 你檢查它的 concavity 對不對 你檢查一下 負2的前後 那這個就是concave outward 對不對 second derivative 是positive 就是concave outward 即是 slope 是increasing slope 是increasing 就是越來越正 或者就 沒有那麼負 這兩款都是concave outward的情況 好了 這個就是concave downward 你代一個負2下去 是不是 代我負2 下來 如果夾在二和負2之間 那就是不夠減 x2 -4 就是負2 三次方 就是負2 上面永遠都是正的 是不是 即是concave downward 即是slope of tangent 是decreasing slope of tangent decreasing 就是 就 正得來 越來越 沒有那麼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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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負得來 就越來越負 OK 那 所以 什麼時候 我先看這個 還有x大過2 x大過2 又跟這個情況一樣 會令到 這個應該是positive x大過2的時候 會令到 三次方裡面都是positive 所以整個都是positive 所以 令到整個second derivative 都是positive 那就是 也是concave outward 那他問的 不是point of inflection 因為你找不到那個point 因為是undefined 他不是point of inflection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他問 什麼時候是concave outward 那你就看回這些事情 是concave outward 那就是告訴別人 這兩個情況 是concave 那什麼時候是concave downward 這個情況是concave downward OK 說回 那就是concave outward 就是concave 就是concave downward OK 這個是part d part c 我也是不開著 part e 不如 part e 你會明白為什麼 怎樣做 好了 阿禪圖 找書 你自己看回 你的notes 找阿禪圖 只有三款 打動 打動 那些是測試一下 有沒有機會 分母零了 例如 如果有機會 分母零了 例如x等於2的時候 分母零了 那x等於2 這條就一定是 就是 瑞拉圈圖 現在有沒有 逐樣測試了 有沒有機會 分母零了 那 看回剛才那些 有喔 是不是 那x是多少 我都說那時候 x是2 不像 x是負2 也可以 所以 你要表現給別人看 x是2的時候 或者x是負2的時候 都會令到 那個function 那個y的值 是undefined 所以 所以 他們已經有 兩條 radical asymptote OK 這個是第一關 打動的 看遠 看看打橫 打橫 是幾時 會有的 這個叫做 horizontal asymptote horizontal asymptote 是說 在說 如果 take limit extends to infinity 會令到 y 即是fx 會 approach 一個constant 那麼 y等於 那個constant 那條線 就是 horizontal asymptote 那我就 take a limit take a limit take a limit 有沒有啊 take a limit extends to infinity 的時候 你發覺 是有的 是不是 怎樣做的 上下 上下都除 x square 你就會發現 下一步就寫成這樣 當x tends to infinity 的時候 這兩塊 就become zero 剩下4 over 1 也就是4 也就是4的話 y等於4就是 horizontal asymptote 那你說 有沒有oblick asymptote 其實 有horizontal 就一定是沒有oblick的 因為大家都是 take limit extends to infinity 的時候 它會出現什麼 其實 記不記得了 horizontal asymptote 是說 上下兩個degree 是一樣大 那就horizontal asymptote 如果上下一個是分子 那個是大一個分母的degree 剛剛大1那麼多 那才有oblick asymptote 的 所以你不用想 去找oblick asymptote 你一早碰掉了 沒有了 所以整個e part 就做完了 ok 可以嗎 阿神圖 要做多一點 開股之前 在這裡順便看一看 這個是 跟上次的功課 唯一分別 唯一兩個分別的 是 上了今天 你應該會做這些 還有 我已經看回報給你了 你應該可以做correction 但是 我請你做25、29、31、33之前 你真是用心做完這兩個 1和2 這兩個text 這些 專門找point of reflection 這些專門找arcental 各類的arcental 都要你找的 你做熟了 其實完全是幫你做curve sketching 你見到curve sketching 是大集會 炒集禁 炒完一碟 所以各樣都要懂 所以這些是前期功夫 不要再去做第三 做三 一二先做三 那你就會熟一點 那你就會 e part 就會懂得做 是不是 好 c part c part 其實你覺得不難 為什麼要講到最後呢 好 給一些有信心一點的東西 你看一下 好 大概是這樣 我猜你會這樣做 好 c part 是找maximum minimum point 那也是一樣 是不是 找那個first 和second derivative 是不是 如果你是用first derivative test 你根本不用d兩次 是不是 你看到我這樣也是用first derivative test 那 等於零都不辣 d一一次 本身cosn rule cosn rule 然後這塊東西可以化簡 你不要不化簡 是不是 你看到有8x cube 你看到有8x cube 還要減 兩個8x cube 都沒有了 是不是 那就剩下 剩下 負32x 減負2x 減負2x 減負2就是加2 所以就是負30x 是不是 所以 put 它等於0的時候 put 它等於0 那就是它等於0 它等於0 那 x就是0 然後很簡單 是吧 接著 put 你就試負0.1 和正0.1 是不是 剛剛一前一後 你查到 first derivative 是正還是負的 是不是 為什麼 負數會變成正的 如果這個是負的話 這個也是負 那夾起來就變成正 下面square 一定是正的 所以就是正 是不是 如果這個是正 這個是負 那夾起來 整個變成 negative 下面是 positive 那出來就是負 正零負 順便查到 extend於0的時候 我extend於0 心算都看到了 四分之一 答案就是 那0 四分之一就是 local 什麼 正零負 那就是local maximum 很簡單 這個思法 你覺得 為什麼說思法 這麼好 聽著 如果你這樣做 這個比較錯 你知道為什麼 留意我講的次序 剛才 我一直都未講F 我只是講ABCDE 我是講 我剛才一開始說 ABD是較淺的 所以一組跟你對 最多都是D這兩個位 你會搞不定的 或者你不懂得 undefined 找到正乎2 ABD最深的 就是剛剛這一個位 然後我突然間 跟你看E 先看E 還要做E 因為Asun 還沒找過 我就跟你對 剛才說了 我不說了 但是為什麼看完E 才找C 你有沒有想過 C還要這麼簡單 但是 可Sir已經說錯了 你看看 提示在E 部分 E部分 你做了什麼 告訴自己 你看看結果 Horizontal 是 是 晃進去 第六回合 我先畫 toutes 草圖 一會兒也要畫 四邊 有一條他 chambersравств ardanлять R 二 二 負二 有 那 好了,你再看看,一陣子的Graph一定是這樣的了,一定有這三條虛線在那裡了 那你再看看這個表有什麼問題,我是不是錄得不夠上,糟了,我一放手就沒有了,好了,我照樣放 當你這樣寫的時候,你對比一下這三個答案,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這樣是說漏了東西的,你在告訴我什麼 凡是x小於0,它的first derivative都是positive,凡是x大於0,它的first derivative都是negative 你說這件事,然後你用正0負推,它是logomassive 但是什麼對嗎?凡是x大於0,first derivative一定是positive 凡是x大於0,first derivative一定是negative,真的對嗎? 真的對嗎?剛才是這樣的,你的三條虛線,一條在這裡,一條在這裡,一條在這裡 真的嗎? 大部分情況都可以,唯獨有些情況,當x是某個負數的時候 那個first derivative根本就不存在 同樣地,大部分情況,x大於0,first derivative都是negative 但是在某個情況,first derivative根本不存在 為什麼呢?你知不知道在哪個位置呢? 沒錯,就是這麼欣濕 明白了嗎?我希望你聽到這裡突然燈膽著,是你想通的 如果你想不通的,現在可想開館 你有沒有想過嗎?我真的畫得漂亮一點點給你看 都不太漂亮,對不起 x等於2,x等於-2 然後還有y等於4 當你說x是個0的時候,它的first derivative是positive 包括負2嗎?包括這個位置?這個位置也是小個0 請問有沒有這個位置?請問有沒有這個位置? 你便檢查一下,你把負2下來 墳墓是否變成0?是否一個constant over0? 是否它會變成undefined? 但是你這個表景言話,凡是x小個0 那個first derivative都是positive 是不是不對? 同樣地,這個2 whenx等於2 你說凡親大於0,x都會令到first derivative是negative 你又把2下來 是不是?又是一坨東西over0 又是undefined first derivative是undefined 那怎麽會是negative呢? 是不是? 那你說明明是local maximum 那怎麽說呢? 關鍵你便要考慮一下 剛才我說的這些位置 當然y等於4是沒關係的 是不影響這個判斷的 那怎麽寫呢? 不是x大於0是這樣 是不比是負2 except x等於負2 這邊不是x大於0 是except x等於2 那你說,加上except x等於負2 不是這樣的 真正的寫法,開估 真正的寫法是這樣 你有沒有留意 其實你以為只有x等於0 那一條界 然後你就想 x等於0 然後x大於0 x小於0 你就想正負 但其實因為2和負2 是多了兩條界在那裡 是不是多了額外的界 除了x等於0之外 多了兩條 其實總共有三條界 是不是? 所以你要 都幾煩的 你要特意告訴別人 x等於2和負2 其實undefined 剛才說的那些原因 是不是? 那你說 原本x大於0 就變成 這三個架了 我用負2去劃分 沒錯,極大部分 x小於0 除了x等於2 除了x等於2 不是 所以我要特意開一架x等於2 去解釋這件事 然後 在它的前後 都是 正負2 所以我們不會這樣寫 我們會把它寫成這樣 同樣道理 這邊 我們不會這樣寫 我們會把它寫成這樣 好嗎? 因為中間有個x等於2 是會令到1st derivative 是undefined 當然也沒有y的值 是不是? 這些已經明白了 那 至於不是2 但是又大於0的時候 沒錯 1st derivative 是negative的 所以我們會把這一格 不會這樣寫了 變成 一個這樣的寫法 OK 所以 那是很陰 你說 是啊,是很陰 你說 我做到C part 我怎麼知道 所以 可sir的提議來了 17.17 為什麼是三顆星呢? 我想提醒你 我不管題目的次序 當你找 Local maximum point 或minimum point 之前 你最好先找到 asintal 其實 應該說得清楚一點 你最好先找了 Vertical asintal 是什麼? 然後你先回頭 找回 Maximum minimum point 因為你有Vertical asintal 就好像x等於2 和x等於-2 這個case 是會影響你這個表的 影響你這個表 除非 你是用second derivative test 如果你用first derivative test 你不做e part 不找asintal 你就會以為 哇,很淺而已 你會寫了這個 但其實 我要的是這個 那你不明白 為什麼我打個星在這裡 所以 那就是怎樣? 先做了e part 應該說 找了asintal 先 有Vertical asintal 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OK 這個是7.17 做到e part 你會滑倒的地方 OK 但是 雖然你的表錯 但是你的結論 都不會錯的 就算你寫這個表 我會這樣打交叉 然後 你這個 也對的 是不是? 結論都是同一個 那其實 就是什麼呢? 那 手好一點 就是 其實都不允許你做f 的 OK嗎? 好了 開股了 這個f 那你有很多資訊 在手 這題 是不是? 左右對稱 沿著y 做 然後xy 是正負二分一 和四分一 然後 只有一個 local maximum 這題 是沒有 point of inflection 的 OK 那你就會混合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那一條 是Vertical asintal 來的 剛才就說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那都幾好啊 是不是? 那你就 就當我畫面 右下角 是 那張草 草稿子 那我就 逐人馬 正負二分一 x internet 正負二分一 可能在這裏 x internet line intercept 是四分一 四分一 四分一很矮 這個位置 OK 好了 零四分一 原來剛剛 這個y internet 這個四分一 原來又是 原來又是 local maximum 來的 所以搞定 跟著 xy internet A B CE 都搞定 D 是什麼? 只是說 concave upward 和downward 問題 好了 大概 你都知道 既然 那個是local maximum 就是這樣 那 跟著 這個是-2 這個是-2 你看看 那個表 介乎2 與-2之間 那個 它是concave downward concave downward 是怎樣的 永遠都是這樣的 那其實 即是 這部分的graph 一定是這樣 縮下去的 永遠碰不到 這兩條 Asian 圖來的 OK 永遠碰不到 所以 介乎2與-2 的graph 一定是這樣 那 問題就是 大過2那邊 是怎樣 小過2 小過-2那邊 是怎樣 OK 好了 那就繼續看 那就繼續看 好了 好了 那就繼續了 對不起啊 有騷擾 說什麼呢 說完這題 就算了 好了 我怎麼知道 大過2那時 是怎樣 那 那 其實有蛛絲馬跡的 那 蛛絲馬跡是什麼 大過2 首先是concave upward 的 OK 好了 concave upward 一定是這樣 小過2 也是 那問題是 那 就是怎樣 就是這樣 是不是就是這樣 那 這樣 整個 都叫做concave upward 但是不一定 整個 都出現在這個graph 那 你想像一下 如果 它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 為什麼這裡 這裡 是不是應該有另一條 Wordy Coase圖 是不是 如果這裡也是這樣的話 那 是不是這裡有另一條 Wordy Coase圖 但是我們只有兩條 這個 反駁的第一點 第二點 你不要忘記 有一條 Horizontal A線圖 Y等於4 就是說 當X tends to infinity 不論是哪個方向的 Infinity Y 都是tends to 4 那就是說 只有兩個可能 而是 Graph 就在這條 虛線 的下面 這樣走 或者在上面 這樣走 另一邊 也是 這就在上面走 這就在下面走 你想想 唯獨 這4個 可能 才可以滿足 這些 A線圖 的位 是不是 是嗎 向著左右發展 Graph 一定是走近 打橫 這條 Y等於4的線 走到 -2 那裏 一定是走近 這條 虛線的了 問題是衝上去 還是衝下去 問題是1 定2 1或2 一定是隨便一個發生 的了 頭人3 或4 這兩服 都是隨便一個發生的了 那我怎麼知道 是 1 定2 3 還是4 其實很簡單 你去檢查一下 它是正還是符 其實 其實 2 4 就能夠淘汰 為什麼 你想想 如果是2 4的話 如果是2 4的話 2 4的話 是否一定會穿個X 那是否應該有另外兩個X intercept出來 然後你說 是喔 就是 你有了資料的 只有這兩個X intercept 那個Graph 不會再穿過的了 那就是 都幾肯定 幾肯定 一定是這樣走 所以畫出來的Graph 是這樣 這個就是 我在草稿上 教你們想的一個草圖 而你要的就是 將它畫出來 然後 記錄一些功能 記錄一些電 情況 就是這樣 我還沒有記錄一些電 對不起 這次真的漏了 這個是 0 4分1 這個是 2分1 0 這個是 負2分1 0 OK 明白嗎 好了 這個就是 7.17 其實 希望 你 從這一題 你學到很多 怎樣判斷畫到 Graph 所以 你有齊了資訊 慢慢 逐個情況去想 你就會 集中整件事的了 有阿神圖 令你很害怕 因為Graph 斷開了 你都不知道 斷哪一部分 到底Graph 是這個格 還是這個格 還是這個格 其實這裡有六個格 但是其中三個格 是沒有Graph 但是提示 是在上面 在這裡 看不完 是你有足夠資料 判斷到的 OK 看Intercept 看它的concavity 看它的arcent 等等 全部都是 完全混合的 OK 好了 這條片過了整個小時 老實說到這裡 其實我想說 7.18 在你的功課裡 請你先做了7.18 7.18 又是樣樣都要 XY Intercept D一次D兩次 然後 又是minimum 又是point inversion 又是arcent 這次吃全餐了 就是你做過的所有事情 都要穩定 OK 提醒你 一個三次方 一個二次方 你想想有什麼arcent OK 你想想 有沒有可能會是0 OK 有沒有可能 我幫你這個 於是你集齊了A,B,C,D 我的A在這裏 我的B在這裏 C在這裏 D在這裏 你就可以處理E部分了 OK 希望你成功 我不奢望 你要做得很快 但我希望你 每一部分下一部分 是對的 並且最後成功畫到的graph 可能要10至15分鐘 初初做的時候 一點都不慢 如果你10至15分鐘的話 可以的 可以的 考試其實 起碼也要10分鐘 好老實 告訴你 OK 那你做了7.18 然後你再做這份功課 下個星期二之前完成了 我希望逐題逐題graph 跟你對 如果你畫的過程 你不懂 隨時找我 OK 今集到這裏 多謝你們 拜拜